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夏琳姐姐 今天呢我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的一些心得吧 就是我最近在经营Instagram 就是有时候懒惰剖东西呢 有时候又没有在好好经营嘛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知道要怎么样去经营IG的秘诀 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 其实我很常会讲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要怎样成为那个网红呢 网红需要什么条件呢 又没有脸蛋又没有身材呢 我就觉得哎呀 到底怎样才可以吸引那些粉丝的关注呢 然后怎样吸引粉丝 然后就是让他能够follow你 然后他一定是follow你会有原因的吗 就喜欢你这个人他才follow你 然后他想关注你啊 然后讲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没有没有关系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就是要怎样一些密集啊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我就是希望我的IG能够快点破钱 因为我经营了那么多年 讲就是中学已经开始在经营了 可是就是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个期望啊 我这样讲 希望可以给他删 然后还没有删到那个自己的期望这样 然后呢 如果能够达到1万粉丝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那个link嘛 就是特别的一个link的功能 他这个是可以帮助宣传达到效果 如果是希望就是 就是IG可以上粉丝的话啊 就是你可以宣传自己要怎么宣传 所以就是粉丝才会这样关注你啊 就我就有研究到一些密集 就来分享一下 可是哈就是那个YouTube频道嘛 就现在也是才520订阅 然后就是我的IG也是还没有破1000 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下如何快速达到粉丝 但是是有一些技巧啦 然后方法就是方法一就是 首先你要清楚制造自己的定位 你要很清楚明白自己你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你的缺点那些呢 就尽量不要让人家暴露出来 就是如果你一直暴露你的缺点 人家也不想要关注你要让一些 你要常常分享sharing你的东西 就是sharing你的生活点滴啊 工作啊学悦啊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喜欢化妆 你就分享一些化妆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旅游 你就分享一些旅游的东西 然后搞笑娱乐游戏 或者是经典娱乐游戏 或者是那些商家要宣传的东西 他们就会宣传自己的品牌之类的 就行销那些都可以用IG来分享 现在IG的那个用户的粉丝活跃度 我觉得比那个FB比较高 所以用快拍 在IG有一个功能的快拍 FB也可以啦 但是IG的快拍会比较多人看 如果是FB的话 反而是比较多 你的亲戚朋友啊 然后会看到 如果你不想要他们看到的话 你们可以用IG IG的话就是可以 让你的粉丝关注你 只有他follow你 他才可以看到你的状态这样子 好 如果第一步呢 第二步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的账号是私人账号 你的话不想给任何人知道 不要害怕给人家看到你的照片啦 首先呢 你要把你的账号公开 把那个私人账号变成公开的账号 这是第一步 然后 如果你是一个有卖东西的 三家牌子的那些 人家你卖衣服 你的名字就要放一些什么Fashion啊 什么 什么Fashion Shop啊 什么Shop之类的 就是那种关键的名字 然后Official这样 然后 这是你的第一步 你要想好一个名字 才开始你的第一步 你的碗店 你的碗店呢 就是要放一些 你的品牌啊 你卖衣服 你就是卖 放那些相关衣服的 呃 那些照片 宣传照啊 然后穿搭啊 然后 就是你要 放那些照片出来 给人家知道 哦 人家就知道你是卖衣服的这样子 然后第二步咧 就是 你的账号的话 就是 你开的账号 不要开了 就放在那里啊 不要管它 呃 你是要 去养那个账号 你的账号开啊 你要放照片 你要经常 你的账号 活跃一下 让你的账号 能够 就是有东西看啊 不要人家一看你的图 不压强 好像一点点去你的 IG profile 看没有照片 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家点进来看 如果没有东西 没有照片啊 他们就不想关注你了 然后 头像也是 你不要放一个孔的头像 你要放一个 真实的头像 然后 如果你的IG是没有头像 人家会觉得是 假装好 不想关注你 然后如果你是放一些 比较帅气 漂亮的照片啊 然后人家看到 诶 这个人好像不错 多了一下 这样子 然后就 呃 你要放的东西 你放卡通的话 你里面po的东西 就是要有关于那些 卡通的东西哦 能够达到 共鸣 人家就会follow你 很像啊 如果你是喜欢健身的话 你就放一些 你健身的 经验分享 心得 你就是popo 我想一个月后 哇 你达成那个目标啊 你成功健身 然后 练出什么肌肉啊 哦 然后怎样啊 你投一些影片啊 照片啊 然后吸引那些粉丝 就会自然那些 呃 喜欢你的 IG的那个分享 他会自然关注你 就是有兴趣健身的人 他也会关注你 然后 如果你是动漫里的话 你就放一些动漫的那些 图片啊 还有资料啊 音乐啊 你这种放啊 你慢慢放啊 你然后 就会吸引到那些 动漫粉丝来关注你 然后 你就可以产生那些 共鸣产生话题 然后跟那些粉丝有所互动 所以 记住 头像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如果你头像放那种 嗯 奇奇怪怪啊 很恐怖的照片 人家看了也会不想follow嘛 所以 就是 头像也是一个关键 还有就是 你要有一个自我介绍 你知道你喜欢什么 喜欢唱歌 你喜欢吃 你喜欢 你喜欢 跑步 你喜欢运动 还是你喜欢 就是你的爱好啊 你写一下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什么什么 你要叫什么名 然后 你的兴趣是什么什么 哦 我的兴趣是打游戏 这样子 然后 我的梦想是什么什么 你可以这样写啊 就是 写一点比较有趣的介绍 然后人家看了也会想要关注你 这样子 然后 一天的话 千万不要发太多照片 不要 你一开了账号 马上发十个照片 然后就吓到粉丝了 关注你的朋友 又吓到 为什么一直发照片 然后就 不要一直过发这样多照片 就 一天po一个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就已经很多了 你不要po 过度po太多照片 就是 呃 我的关键 就是 第一步是 你要公开你的账号 第二步是你 你的账号要活跃 你要 hold一些相关的东西 就是 如果你喜欢旅游的话 你就分享一些旅游啊 你需要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 哦 如果你是美食打人 你就分享 你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然后 什么好吃的 就推荐哦 是真心觉得好吃才推荐 不要不好吃的也推荐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 呃 那家店名啊 什么 那些人的介绍都可以写出来 就是一个美食部落客 你就这样分享 如果你是个彩妆 部落客 就分享彩妆 如果你是游戏 那个游戏主播 你就分享一些游戏东西啊 然后 吸引那些游戏的粉丝来关注 就是 这是一个关键 那个 IG的经营的 方法 然后 这是 刚开始的啊 然后 第三步就是 你要 自我介绍 还有你的头像 要真实的 这是刚开始的 那个步骤啊 然后 过后 你慢慢开始 呃 你的粉丝开始散了的时候 你就要 慢慢 维持你的粉丝 你不要好像 呃 你没有去关注他啊 你嫁到他 follow他 你要去关注他 点他的照片 然后 也可以在他照片下留言 然后 你每次 po照片的时候 也是要关键字 你要打一些 hashtag 关键字 你今天穿搭 哦 哦哦 td 然后 今天的穿搭是什么样的风格 你就写 hashtag 然后 关键字 like for like啊 hashtag 一大堆东西 你不要 不相关的有hashtag啊 就是相关的才hashtag 然后 那个关键字 是可以让那些粉丝搜到你了 如果你是美食客的话 你就hashtag 哦 什么 这个什么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 日式拉面 然后hashtag 什么口味 hashtag 然后他的定名 hashtag 这样子 就是一个关键词啊 版主 那个照片能够提高 曝光度 然后 IG的 新银的秘诀 其实就是 你要 就是 看 人家多数是看外貌啦 外貌来follow你 不过 如果你的 IG里面有内容 人家才会想follow你 所以主要还是有 有内容 内容很重要 不管你分享什么 心情语录啊 还是什么啊 一大堆 就很多种搞笑的啊 漫画还是什么 你都一定要有内容 你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分享在IG 这样子的话 人家会不想要看 人家还会unfollow你 都有可能 就 还有就是你去关注人家 人家也会关注你 你去留言 多留言 人家的那个IG 人家注意到你 也会回 回关注你 就 回复 他还会回复你 然后注意到你 然后又 关注你 你又多得到一个follow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方法啦 然后 嗯 我也是希望快点 1000粉丝我的IG 希望大家快点去follow我 我的 我的IG 是 LINDAKOK28 你们可以去follow我哦 记得follow我 我希望快点上1000粉丝 然后我频道也是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支持 然后我希望我 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新的工作 找到了 我心爱环境的话 然后我就会举办一些奖励啊 就回馈给粉丝 就是希望你们继续 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按赞 然后也可以留言哦 好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